这个幼神不一般啊 不仅会凯黄到八门 还会驻尖的仙人 你们看这不一模一样吗 不闹了不闹了 上期呼声最高的是幼神 我就把皮肤直接给换上了 然后我就在想 雨之波又都用上了 显轮眼是不是得安眉一下啊 结果我干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掉一个 正当我心灰意冷的时候 一转身我就发现了三位人助力 林 回归老本行了属于是 那么这期啊 我也准备把尾兽全收集了 第一个目标就是同事的老先号 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啊 看来林也这么认为 血量上限太低了 以后要多着没些回血药啊 这不干是鬼胶的胶机吗 说实话 什么时候获得的我都不知道 鬼胶和幼神不仅是一个单位的同事 而且还是一个队伍里的 所以有他的武器也不犯毛病是吧 多么花里胡哨的人际 都不如叶凯一脚 嘎了三次可算是解决了 然后下一目标就是歪罗 所处于风之国的一维守贺 这小玩意可能不太好找啊 沙漠那么大我去哪儿 要不要这么顺利啊 一转时就看见他了 我用精文已经算是给足你面子了啊 你的实力还不足以我开死门 吵孔雀 紧接着一发中毒 上去这点直接普攻收尾 打完收攻还差四个 分别是二尾四尾五尾六尾 没记错二尾在雷之国 蓝色大毛又吕 花了我600秒的时间 终于是找到了 运气不错一发就激活了 尾兽也不是每次都会出现 全靠运气 甩的一撇 我去提牌了 旁边居然又刷了一个二尾人助力 这下妥了 一个抓捕 一个洗手 非常的完美 搞定 然后四尾五尾都在土之国 好家伙 没走两步居然让我碰上了 我还不如抓他了 不是旁边居然又刷了一个 come on sun 这战斗力也不行啊 伤害比不上我回血块 辣括 接下来就是五尾 这小子万贸特征非常不明显 很容易错过 然后吧 他的木王是这九只伪肉里最难对付的 咋说呢 恶心 非常的恶心 他他他 把我当球体 我与其哈一踏起 明明一世呀 居然落了个这个下场 跟他打就得玩个出其不意 哎 这不就轻松解决了 最后还差一个六尾 水之国 穿睡衣 土泡泡的大嘎嘎 怎么听起来这么猥琐呢 看起来很正常 但形容起来就跟个精神病似的 我直接一脚 出来吧 西拳 这战斗力和悟空有的一品呢 技能都没用 普攻几下就没了 尾兽胆到手 哎 还获得了他的手办 以后还能绘图转身的 OK 任务达标 直接晋升为影 我还需要挑战影机忍者呀 懂了 这就和杠手揍了去 太玩笑的嘛 怎么能和大领导搞对立 我也就和分部村长 友好交流以哈 来吧 Come on 哎 这村子咋俩村长啊 算了 照打不 搞定 玩家已制面包 已到打影 这村子咋俩